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史上巨头帅正向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迈进了一步 但其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和环境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 英国和美国的证件人士都对其上市表示担忧 要求对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接下来 NVIDIA的股价在过去一周内暴跌了近13% 市值从3.34万亿美元降至2.91万亿美元 这一跌幅使得NVIDIA在全球市值排名中跌至第三位 仅次于微软和苹果公司 分析师认为 投资者对该公司在AI革命中的预期角色开始降温 最后 软银集团将与美国医疗公司Tempest AI合作 在日本推出一项利用人工智能分析个人医疗数据的服务 该项目将于7月启动 初期将重点分析基因数据以识别癌症趋势 未来计划扩展到其他疾病领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BBC报道 中国快时尚公司Shine已向英国监管机构提交了初步文件 离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更近了一步 这家总部位于新加坡 但在中国有广泛业务的在线零售巨头 在疫情期间成为全球最大的史上零售商之一 但也因其商业模式对环境的影响 以及供应链中涉嫌强迫劳动的工作实践而受到批评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和Shine都拒绝对上市前例发表评论 虽然美国曾被认为是Shine上市的最可能路径 但由于公司与中国的紧密联系 这一举动受到了美国两党政治家的密切关注 共和党参议员Marco Rubio甚至致信英国财政大臣Jeremy Hunt 警告Shine的身后中国联系和严重的伦理问题 尽管如此 英国工党影子商务大臣Jonathan Reynolds表示 如果Shine在伦敦上市 将使公司接受更严格的审查 有助于在英国更好的监管其业务 CNN报道 美国芯片制造商NVIDIA 在过去一周内股价暴跌近13% 市值蒸发4300亿美元 失去了其短暂的全球最有价值上市公司桂冠 NVIDIA的市场资本在6月18日达到3.34万亿美元 超越微软 但现在市值降至2.91万亿美元 落后于微软和苹果 NVIDIA的股价在过去一年飙升了近139% 其芯片为包括生成是AI在内的人工智能系统提供动力 德意志银行的研究策略师 Jim Reed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虽然他们相信AI 但美国市场在过去一个月中出现了过度兴奋的迹象 尽管NVIDIA的股价下跌 对美国股市整体回报产生了抑制作用 但投资平台 Cargreeves Landstone的股权研究负责人 Daren Nathan表示 NVIDIA的下跌并未对更广泛的市场造成重大影响 其他领域如能源 金融和公用事业的美国股票 在周一有所上涨 显示出投资者对更广泛经济健康状况的信心 Mikai Asia报道 软银集团将与美国医疗公司Tempest AI成立合资企业 推出一项日本专注的医疗服务 利用人工智能分析个人医疗数据 包括基因数据 合资企业资本为300亿日元 软银和Tempest AI各持有50%的股份 预计将在7月开始工作 并计划在1到2年内提供服务 初期阶段将收集并分析来自日本医院和大学的患者数据 以训练其AI识别日本患者的模式 该服务最初将针对癌症趋势 然后扩展到心脏病和脑神经系统疾病 合资企业将向医院提供经过处理的临床数据 最终阶段将提供最佳治疗选择 计划在日本实施后 业务将扩展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海外市场 Campus AI由 Groupon联合创始人 Eric Lefkowski于2015年创立 近期在美国奈斯达克上市 市值约9600亿日元 软银集团最近对该公司进行了投资 软银集团总裁兼董事长孙正义 预计将在本周举行新闻发布会 解释合资企业的详细信息 CNN Reed Hoffman Lintgen的联合创始人 对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所拥有的社交媒体公司 Truth Social的估值感到震惊 尽管其股价近期大幅下跌 华尔街仍然将特朗普媒体 与科技集团的估值定在60亿美元 这个数字远高于正常商业操作的范围 Hoffman指出 Truth Social的用户数量远远少于 Reddit、Elon Musk的 X、钱、Twitter和Instagram的Freads 而2023年 特朗普媒体仅产生了410万美元的收入 这意味着歧视销率超过了1400倍 相比之下 社交媒体巨头Meta平台的是销率仅为9倍 Hoffman认为 特朗普媒体的实际估值应该接近4000万美元 而不是数十亿美元 尽管如此 市场仍然持续将其估值定在数十亿美元 这使得特朗普的净资产达到了接近40亿美元 Hoffman推测 特朗普媒体的股价 可能被支持特朗普的日间交易者 和押注特朗普赢得白宫的投资者所支撑 Yahoo!US 2024年的股市表现 主要由人工智能 AI推动 根据BlackRock投资研究所的策略师 Jim Boyvin的分析 自2023年初以来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42% 而标普500科技指数则上涨了100% 这表明科技股对市场表现的主导地位 科技公司如NVIDIA 微软 苹果 Broadcom和AMD的盈利增长率 远超标普500的平均水平 科技公司强劲的资产负债表 和较高的利润率 也是其表现优异的原因之一 BlackRock认为 AI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将继续推动盈利增长 然而 AI投资失宠 监管变化 或美联储的意外行动 可能成为潜在风险 尽管如此 BlackRock仍然对美国股票保持超配 并强调AI的影响 Yahoo!US! 德国电视行业正面临美国公司 退出剧集制作的震荡 去年夏天 Comcast旗下的Sky Deutschland 突然取消了 其在慕尼黑电影节的戏剧活动 并宣布退出原创剧集业务 随后 Paramount Global削减了国际原创剧集的支出 HBO Max和Stars Play也相继撤出 尽管Apple Disney家和Prime Video 仍在德国剧集市场中活跃 但其委托的项目数量极少 Netflix是最活跃的流媒体公司之一 但其策略也在调整 德国戏剧市场正处于一个关键转折点 许多项目可能永远无法面世 尽管如此 德国剧集如《亲爱的孩子》和《Babylon Berlin》 仍在国际上取得了成功 制作人们希望通过新的合作和融资方式应对挑战 同时呼吁政府加快媒体法改革 以提高竞争力 南华早报报道 李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言 反对西方国家试图与中国经济脱钩和进行阵营对抗 他强调中国市场将继续开放 北京将优化商业环境 并实现年均5%的GDP增长目标 李强指出 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困境 各国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而忽视他人 他批评美国政府的脱钩策略 认为这种做法会增加全球经济成本 引发争端 导致恶性循环 针对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产品的惩罚性措施 李强表示 中国的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池出口有助于缓解全球通胀 他还强调 中国将继续扩大市场 改善对外企的营商环境 吸引国际企业在中国发展新兴产业 南华早报报道 尽管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纯电动汽车 征收高达38%的惩罚性关税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将凭借其低成本结构 继续扩大在欧洲的市场份额 欧盟在经过9个月的反补贴调查后宣布 从7月4日起对中国制造的纯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 分析师认为 这些关税不足以将中国电动车排除在欧盟市场之外 因为比亚迪等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在生产成本上具有巨大优势 尽管关税会对中国电动车制造商造成一定影响 但他们仍将继续推进在欧洲的扩展计划 并有望在中期内在欧洲设立工厂 特别是比亚迪 预计其在匈牙利的工厂将在明年下半年投产 从而帮助其避开欧盟关税 日本时报报道 尽管中国房地产市场整体低迷 上海的豪宅市场却逆势而上 一套价值1500万美元的顶层公寓 在上市数小时内被抢购一空 200多套价格接近500万美元的房子 在不到一天内售庆 价值380万美元的公寓 更是被5倍超额认购 推动这一趋势的是中国富人 尤其是居住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 他们将资金投入到上海的豪华住宅中 认为这是一个可靠的投资选择 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 此类住宅供应的稀缺性 以及新房相对于现有房产的折扣 都是吸引买家的因素 美联社报道 亚洲股市周二上涨 尽管美国股市重头戏NVIDIA再度下跌 影响了周一美国指数的表现 日本日经225指数 攀升1%至39190.97点 因日本央行数据显示 5月服务生产者价格指数 同比上涨2.5% 较4月的2.7%有所放缓 此外 日元兑美元汇率 仍接近34年来的最低水平 周二交易中日元升至159.41兑1美元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5%至18109.80点 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3%至2953.95点 澳大利亚SNPASX200指数上涨1.2%至7829.70点 韩国Kospi指数上涨0.4%至2774.54点 台湾加权指数上涨0.3% 泰国SAT指数上涨0.4% 在美国 SNP500指数下跌0.3%至5447.87点 NVIDIA等人工智能热潮中的赢家下跌 拖累了奈斯达克综合指数 下跌1.1%至17496.82点 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7%至39411.21点 油气公司股票表现强劲 埃克森美福上涨3% 油田服务提供商SLB上涨4% 金融公司也表现良好 摩根大通上涨1.3% 富国银行上涨1.6% 然而NVIDIA的6.7%跌幅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该公司股价自2022年秋季以来已飙升1000% 但最近三天内下跌近13% 日经亚洲报道 日本富裕人群正热衷于通过家族办公室管理资产 以应对通货膨胀和税务规划等问题 德勤东松在日本推出了家族办公室服务 随后百货公司连锁店高岛屋收购了日本财富管理初创公司Vest Culture 该公司提供家族办公室和慈善服务 Money Forward也开始与东京的家族办公室运营商Private Bank合作提供家族办公室服务 游戏公司任天堂的创始家族是日本最早使用家族办公室的家族之一 Yomochi Note始家族办公室由第五代成员Benjo Yomochi在2020年成立 家族办公室在日本相对较新 许多企业主通常设立个人控股公司 但这些公司缺乏适当的治理系统 随着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繁荣 日本的富裕人群增加 私人银行服务需求也在增长 高岛屋旗下的Vest Culture 希望通过与高岛屋的合作吸引高端客户 德勤东松家族办公室服务负责人 Riosuke Figuchi表示 许多富裕家庭拥有中型公司 治理问题常在创始人发生变故时出现 因此需要提前建立决策结构 美联社报道 越南汽车制造商VanFest 曾一度是全球第三大汽车公司 但面临销售不足的问题 公司希望通过 其售价约为9200美元的纯电动迷你 SUV VF3在越南及其他亚洲市场获得成功 VanFest去年在美国市场推出销售 并在纳斯达克上市 市值一度超过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 但投资者热情已降温 股价跌至4美元以下 公司在北卡罗来纳州的40亿美元工厂建设延误 并面临法律和专利纠纷 VanFest的未来对越南至关重要 奇姆公司VanGroup 在越南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VF3计划今年在越南销售2万辆 并已在东南亚电商平台收批上接受预定 尽管面临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竞争 VanFest在越南的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和民族情感 可能给其带来优势 公司还计划在菲律宾 印尼 泰国 美国和欧洲销售 VF3 并在印度建设工厂 VanFest必须提高销售 以降低美单位成本 否则可能面临破产风险 南华早报报道 上海复兴医药提出以54亿港元6.9亿美元 收购上海富宏汉林生物技术公司 使其股票在香港市场大涨18.9% 创下两年来的新高 复兴医药将以每股24.60港元的价格 收购所有未持有的H股 比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出36.7% 自2019年上市以来 富宏汉林未通过股权融资 筹集到任何资金 其股价表现一直不理想 主要受到全球宏观经济挑战 医疗行业变化 以及香港股市动荡的影响 公司最新年报显示 2023年 其收入增长67.8%至53.4亿元 净利润5460万元 首次实现全年盈利 富星表示 低迷的股价未能充分反映 公司作为全球生物制药公司的核心价值 私有化将帮助公司专注于 解决核心业务和运营中的关键问题 雅虎美国报道 亚利桑那州彩票提供多种抽奖游戏 包括强力球 超级百万 The Peak 三重扭曲 幻想5和Peak3等 6月24日的开奖结果分别为 强力球号码05 06 29 31 33 39 41 Peak3号码1 51 幻想5号码01 06 09 31 35 三重扭曲号码05 11 22 27 28 41 彩票收入用于资助高等教育 健康和人类服务 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和商业发展 中奖者可以在亚利桑那州彩票零售商处对奖 奖金高达100美元 超过599美元的奖金需要邮寄或亲自提交到 亚利桑那州彩票办公室 彩票还可以通过Jackpocket应用程序在线购买和对奖 纽约时报报道 曾几何时 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是华尔街最热门的话题 2014年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筹集了250亿美元成为当时最大的上市交易 然而近三年来 华尔街几乎没有看到类似规模的中国公司IPO 今年迄今为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筹集的资金仅为5800万美元 主要来自电动车制造商Zeker的IPO 随着中美地缘政治关系恶化 中国公司在国外市场上市变得更加困难 国内市场方面 北京的监管措施使得国内上市不乏放缓 今年仅有约40家中国公司在国内上市 筹集资金不到30亿美元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 今年将成为十多年来 中国IPO数量最少的一年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提供的转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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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